霸凌 分成很多種 最常見的就是 肢體上的霸凌 好啦 對不起啦 作業界你操啦 言語上的霸凌 欸 你英文怎麼可以考90啊 這次不是說得很難嗎 真的嗎 還好吧 其實我也沒什麼在看書耶 精神上的霸凌 bri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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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i 同儕的霸凌 嗨 安安 最近過得還好嗎 最近景氣你又不是不知道 勉強過得去啦 但薪水只夠在新興區 買小小80平的小套房 現在還在開1980年款的保持街 嗨 都買不起新車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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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網路上的霸凌 廢 難笑 就可疑死 忍入他啦 長這樣還敢自身金城武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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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不管是怎麼樣的霸凌 總是會讓對方受到傷害 為什麼一直被霸凌啊 我也不知道耶 從小到大就一直被霸凌 被霸凌好像變成我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環 有一次他們忘記霸凌我 甚至覺得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真有多悲哀的 我被霸凌的當下在想什麼 只想跑跑 經過大街和小巷 困難堅難拿後包 蛤 你問我為什麼要霸凌別人喔 我功課不好 漾漾輸人 我的人生只剩下霸凌別人了 你還要剝奪我剩下的人生嗎 蛤 我有什麼要霸凌別人喔 小子 好爽 要是我小孩好人霸凌 我最何敢想 怎麼可能 我的兒子呢 榮生榮鳳生鳳 我的小孩會霸凌 那你有想過你一時的所作所為 會造成對方一輩子的陰影嗎 或許你早就已經忘記你霸凌過誰 但受害者卻永遠忘不了他曾經受過的痛苦 你知道你沒霸凌一次 北極熊就會少一隻嗎 熱帶雨淋的樹就會少一顆嗎 非臭小孩也沒有營養午餐可以吃了嗎 謝謝你的提醒 反霸凌博士 我從來不知道我的所作所為 是這麼壞的事情 等我注意後 我絕對不會再犯同樣的傻事 我絕對不會再重蹈覆測了 你就在監獄裡好好反省吧 反霸凌博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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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要有霸凌的地方 就有反霸凌博士 他的絕招是 反霸凌鐵拳 反對以暴之暴的反霸凌博士 會用他正義的反霸凌鐵拳 給予霸凌的小朋友一點顏色巧巧 所以不要再霸凌了 霸凌一點都不酷 他就是反霸凌博士